昨天半夜里,昨天的习惯节也痛过一次 但是因为不是太严重,加上是夜里,我也没起来 刚才突然想起来,我看到天上,这边有盆银 有个人在这里,同学们不一样,就没有连到一块 没有连到一块,没有连到一块 它慢慢慢慢降下来,就像升降低,慢慢降到一个峡口 降到一个峡口 那个峡口叫五指山,另外还有峡口叫五台山 那个云就是从五指山,五台山,那个云是什么 就是我一直讲的,云气云气天气云气天气 人在里面就把它放下来了 我说有个巷子一样的,人都在里面 修路灯的时候有个升降机,把一个人在那个巷子顶上 他就站在这个箱子里修路灯了,修完以后放下来了 就是那个东西就把人从五指山或者五台山上 被从天上放下来,放到人间了 他们那些和尚,什么高尚,什么之类的 讲到五指山,五台山,什么之类的 就是从天上下来传道 就讲到这些,因为如果你们细细品味就是那个意思 然后呢,他的儿子就告诉我,他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他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所以呢,所以他不需要再回去 因为他知道这有两个关口 五指山,五台山之类的 人家天上的人要下,下到人间来 安排的人要下来,人间来 他就帮人家引导,就直接就是 到了那个五台山或者到五指山山景 那个放到屋上面,他们就直接下来了 又夸到了,就要引寄,直接放到那边 人家是不知道,他知道了 所以说,有任何要回去 一定要回去,就要回去 他把这个效益传给我的 因为我昨天晚上,我领排的时刻 我对着到一个效益,他说,儿子不早 妈妈,你不早了,关心已经断了,你不早了 所以在不早,因为我知道星星已经走完了,断了 不早了,那我就夜里发现足习惯就痛了,就没起来 因为没起来啊 然后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让我做了一个梦 梦间,我在医院里给人家改召的时刻很成功 改召的很成功的话 实际上我起床了以后想到,一会忘了 想到忘了,因为是最后要临起床之前的,你们记得住的吗 我过了好久以后,又想起了这个 医院这个梦了,想到医院这个梦了 我就,哎,你看这个图摸那个,现实生活上还比较近 应该是我的事情,我就排了 一排排出来,原来,还有他 要给那个暗叔传消息 刚才传完了 传完了以后,我突然想起来 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没有消息再传了 已经怎么还有呢 所以突然想起,我夜里面还有一次 那个,主习惯就痛了 应该是有消息 一看,这两件事相同的呢 原来,现有那个 昨天晚上说已经不找他妈妈了 然后呢,夜里后来还有事情 要告诉另外一个,想起来 还要告诉他的工作,就是关口 要把他亲上的人慢慢慢慢引到地面上来 从五指山,舞台山那边下来 所以,我原来小时候 人家讲到五指山,舞台山 讲到和尚什么之类的,高层什么之类的 我从前到那五指山,舞台山 有点神秘的感觉 实际上,舞台山在哪里,在哪个省 我都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名称 感觉有点 有点神秘的感觉 我爸爸还讲了一个 说当年那个 喜事友 好像眼睛下了 还有什么 在那个南京,一个叫舞台山体育馆 宣布那个 运动会开始还是什么事情 反正我听到一个舞台山讲个 几个字,感觉好像神秘 我爸爸那时候可能在南京 学习吧,所以说他那个 在现场,说那个看到喜事友 说那个眼睛是下的 宣布那个 所以我那舞台山几个字,好像就这么一回事 我记得 然后听人家讲故事的事,讲到舞台山 五指山,感觉有点神秘的感觉 所以我就 刚才凌晨当时出现了这个事情 哎呀,太难闻起来了 所以啊 排那个医院说,在医院里面 曾经我改造的,排我自己一看原始这个消息 然后我就想起了 再追踪一下,昨天晚上的 八月的细节关节痛到底怎么回事 一看那个是两者相同的 好,就这样啊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